好 再看到呢 在勝選過後 現在難道就露出了原型嗎 還優勢的第二選區立委當選 林靜怡提醒大家留意 留意什麼呢 不是要提醒疫情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回 在桃園機場傳出來的 現在這樣的一個疫情 屈服員 他打了兩劑的科興疫苗 跟一劑的莫德納 現在呢 林靜怡他就要來問問了 他強烈的要求相關工作者 說應該要完整接種 通過台灣緊急授權的疫苗 還說呢 這個部分也引起了不少爭議 因為大家認為 這樣的一個形容 他是不是又是女版的陳柏惟 如果你認為是 又是一個抗中保台幫我加一 新北市議員月圓知也說呢 他不這麼認為 那林靜怡現在扯說 因為打了前兩劑是科興染疫 現在也挨轟 帶來聽他怎麼說 這種話是根本就讓我懷疑 他真的是醫生嗎 怎麼會講出這麼沒有邏輯 跟科學的話 你想想看 他如果假如說居服員 他會確診是因為打科興的關係 那請問一下他傳染給誰 難道他傳染那麼多人 全部大家都打科興嗎 不是啊 很多人被他傳染 有的是打BNT 有的打莫德納 有的是打別的疫苗 打高端的 不是一樣被傳染嗎 所以關鍵不是 你打科興什麼BNT的問題 而是說 現在這個Omicron這個病毒 它是會造成突破性的感染嘛 也就是說 或許我們現在的疫苗 不管是打的時間間隔的問題 或是當初研發疫苗 可能他研究的病毒的問題 就是會出現突破性感染 你怎麼可以散布一個 類似假消息的東西 好像打科興的比較危險 打其他疫苗的比較不危險 那我就很懷疑說 你真的是有醫生專業嗎 醫生不是要救人嗎 醫生怎麼會因為意識形態 然後去講一些 連我們這種不是學醫學 都知道你在亂講的話 那這個就是 講一講去都是抗中寶臺 我覺得這個讓人家聽得真的很厭惡 已經很厭煩了 那有人把他講成說是什麼 女版陳柏惟 我是覺得陳柏惟比他還要好好不好 他應該是女版陳柏惟 然後再更爛一點的女版陳柏惟 我幫你聞過 他有沒看到 他應該是ев個書 他應該會被教育 你平常都知道 他應該是